在结束了北约峰会之后 川普总统周四开始了其任内首次对英国的正式访问 在结束访英后 川普总统还将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 英国政界和民众对川普总统此次出访有什么样的反应 俄罗斯对于即将于下周举行的美俄领导人会谈又有什么样的目标和期待 详细情况我们就邀请美国之音驻伦敦的特约记者江静灵 以及美国之音驻莫斯科的特约记者白华为我们介绍 静灵您好 白华您好 您好 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 那么首先想请教静灵的就是我们注意到 这个昨天有些媒体报道称川普总统对英国首相特雷莎梅 在这个脱欧的问题上的做法是提出了一些批评 但是川普总统周五否认了这一说法 并表示有关消息是假新闻 那么静灵能否请你为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英国方面对这个新闻是什么样的反应呢 是的 乔战这是川普他在接受这个澳洲美国大红 美国旗下的太阳报访问的时候 他就直接的直白的说英国的脱欧 也就是刚刚发表的 昨天才发表的这个新的脱欧白研书 是所谓的软脱欧这样的一个方案 是一个很不幸的结果 那么他并且说呢 这样的一个方案可能会使这个英媒准备要谈的这个贸易协议 他同时呢还说刚刚辞职的这个英国的前外相 Boris Johnson可能是一个更好的英国首相的人选 那么这样的一个说法让英国人大为这个吃惊 但是另一方面呢也觉得说他是在干涉内政 虽然大家心理上已经有准备 就是说川普很像是出演不逊 不知道他会来了以后会说什么话 可是呢他确实在今天要跟这个英国首相 凯利莎没见面之前 准备在这个进行专门会谈之前 这样一个专访透露出来 披露之后呢 确实今天在这边一起很大的一个讨论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后来川普斯在一个联合经理会上 他是否认了对象说法 并且说太阳报是假新闻 然后说现在英国要怎么脱欧都可以 还说这个双方的关系是独特的 是没有其他的关系可以理的 那么双方都应该团结起来 泰迪沙美她也说了 就说英美双方现在都有绝对的演习和群群 来把这个英美双边的贸易关系拨大好 一些意义都做出来 所以这在今天我想到现在英国人的看法是很正奇的 但基本上是觉得不详细 觉得双方还是许多的事情 是的 好的 那么要请教白话的就是 我们知道在另外一方面 我们看到这个美俄两国的领导人的这个峰会 下周一就将在这个赫尔辛基召开 那么俄罗斯的政界和媒体 对这次美俄领导人的峰会 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期待呢 对因为现在俄美关系非常非常的坏非常不好 所以说呢这个很多分析人士认为呢 现在反正确实有必要 这个双方领导人举行这个一次会晤 然后这个梳理一下这个双边的关系 那么呢这次这个俄美峰会呢 也是这个俄罗斯媒体关注的一个主要话题 那么可以看一下最近这几天 这个俄罗斯媒体的主要报道呢 那么可以看到这个讨论这个峰会的这个分析文章和这个消息啊 非常非常的多 另外呢像俄罗斯的技嘉这个主要的官方智库呢 也都发出预告说的想在这个峰会举行当天和峰会举行之后呢 举行这个新闻发布会或者是这个现场呢 讨论评价这个峰会举行的这个情况 但是也有分析人士认为就是说这次俄美峰会呢 未必会能取得这一些突破 因为两国这个分析啊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大 还有一个就是这次峰会举行的这个背景呢 这个气氛呢是非常非常严峻 那么几个小时之前呢 美国再次宣布对这个12名啊 就是俄罗斯军事情报总局的这个特工呢 指控他们就是黑客攻击这个民主党的这个优先干预美国的这个大选 那么与此同时呢就是啊 现在呢美国同乌克兰呢正在黑海举行这个海军军事演习 而且这次演习呢美国的这个第六舰队的旗舰呢也也参加了 还有就是那么几天之前在这个北约峰会上的这个川普总统呢 公开批评就是说德国从俄罗斯购买这个天然气 就是这个北溪二号这个天然气管道这个项目 当然这也是俄罗斯非常非常看重的这个项目 那么这个项目呢经过这个波罗的海的这个海底呢 建设这个天然气管道 然后把这个天然气从俄罗斯输入到德国 那么这个不会绕过这个乌克兰 那么美国已经表示说对这个这个项目投资人呢会进行制裁 所以说呢所有这些呢都是给这个峰会呢 这个气氛呢感觉非常非常的严峻 当然这个俄罗斯总统的西方发言人佩斯科夫呢 他这个昨天也表示他说这次这次这个俄美峰会呢 本来就是已经在很复杂的这个气氛下举行这次峰会 他说反正这个气氛呢已经不能再复杂了 反正已经够复杂的了 他基本是这么一件事 明白那我们也看到有分析认为啊 这个川普总统此次与普京总统会面呢 一个是可能要探讨这个叙利亚的问题 那么另外还可能会谈到乌克兰的问题 那么在您看来这个俄罗斯方面就是 普京总统在这次的这个峰会期间 可能会提出什么样的要求呢 对这次峰会很多这个评论认为就是说 可能会讨论很多的议题 包括这个叙利亚呀包括乌克兰 包括这个伊朗的这个核问题 甚至和可能要求这个俄罗斯配合 要求伊朗呢从这个叙利亚撤出这个军事力量 甚至还有人提出就是说 还会讨论这个原油价格的问题 总之反正就是一长串的问题可以继续这个列举下去 另外一个呢就是说现在俄美两国呢 在许多领域的这个都有几乎都有分歧 但是许多这个严肃的这个战略问题 叙利他们认为呢就是说 不太可能在这个具体问题上这个达成一致 另外呢这次峰会可能主要是讨论的一个项目 就是说就是让这个俄美之间未来的这个冲突 分歧呢处在一种这个管控 处在一种这个控制之下 不让这种分歧和这个对抗呢失控 就是说现在俄美关系同过去的这个 苏美关系的一个主要的区别在于呢 就是说苏美关系呢双方都知道这个红线和底线在哪里 另外一个呢苏美关系过去呢 双方都是按照一个游戏规则这个彼此互相之间的在进行交手 但是呢现在这个俄美关系呢 双方都不知道这个红线在哪里 而且这个双方关系呢也没有这个游戏规则可以可循 另外呢还有可能讨论的就是俄美之间这个核裁军的问题 那么核裁军的问题呢就是说 双方现在都互相指责对方呢 这个破坏中短程这个导弹条约 另外呢就是作为核裁军这个问题的这个基石呢 就是两国的这个第三阶段限制战略 进攻性战略导弹条约呢 那么过个两三年之后呢 基本就会到期 那么现在两家呢都有这个意愿想把这个条约给厌长 但是许多专家认为如果要是想厌长的话呢 现在就应该这个左手来讨论许多这些技术性的问题 不过但是两国这关系啊现在非常非常不好 气氛非常不好 双方谁也不理谁 所以说这也是这个川普和这个普京的会谈 可能讨论的一个议题 另外一个就是这核裁军问题啊 也是就是也很可能就是说 两国在这个议题上呢能找到这个共同语言 甚至能找到针对中国的这个共同语言 因为现在俄罗斯呢也不满意 就是说因为中国不受这个中短程导弹条约的限制呢 现在中国这个大力开发这个中短程导弹 那么中国的这个中短程导弹的这个数量 可以说现在是世界上最多的 所以说这已经引起了俄罗斯方面的警觉 所以说如果要是两个人讨论这个核裁军的问题呢 会找到这个未来会找到共同语言 还有就是说也有一些外交分析人士 他们认为呢 就是这次俄美峰会的一个暗藏的一个主要的话题 也可能是这个针对中国 那么因为中美关系的未来呢很难预测 而且呢这个俄中关系呢 俄罗斯现在不满意 就是说俄中关系 俄罗斯过于这个依赖中国 而且呢在这个经济等其他方面呢 中国现在占这个俄罗斯的便宜 那么俄罗斯呢没有从这个合作当中 获得了更多的好处 那么这样呢就是说 如果这次峰会之后呢 给中国会有一个印象 就是俄美如果达成交易的话呢 双方对中国打交道的话 都会采取一个更主动的这个立场 手中的牌会更多 好的 那么我们要继续请教静灵的就是我们看到 今天在这个伦敦有一些抗议的活动 那么刚才从您发这个短片里面看到现场的一些情况 那么能不能再为我们介绍一下 你在现场好像采访了一些这个参加抗议的民众 能否跟我们介绍一下他们想要表达什么样的这个观点 或者说想法呢 好的挑战 今天这个抗议活动 它可以说是相当的和平 但是却又非常的热烈 跟其他过去在伦敦举行的示威游行气氛 非常的不一样 那么在抗议的人潮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年龄族群 和诉求的人 那么甚至包括坐的轮椅 以及从来都没有参加过任何示威的人 他们都从伦敦外面来参加今天的示威活动 更有请 这些人呢 实际上他们未必是反川普 那么其实是更在于反对川普和他政府的政策 那么大家普遍的忧心是 川普是美国的总统 他拥有很大的权利 在这样的前提下呢 他的美国第一 还有他的移民贸易和环保等等政策 以及这个单边和交易性的做法跟行政 大家担心的是 可能将给世界政局带来不稳定和危险 是的 那么根据您的了解 就是英国的政界 希望此次川普访英达成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呢 或者说对川普总统这次访英 有什么样的一个期待呢 我想最优先的目标 应该是我们刚刚最早提到的 就是英美的一个贸易协定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英国 距离要完成脱欧的时间表 实际上 这个官方的时间表 只剩下9个月的时间了 从现在真的是进入倒数计时了 可是到现在我们看 几乎什么样的协议都没有达成 所以对英国来讲 如果可以跟美国这个大西洋对岸的老盟友 达成一个贸易协定 英美贸易协定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等于也为英国现在的脱欧 应该是变下了一个很安心的一个基础 但是这个目标我们今天看到 现在因为川普前后不一的说法 所以现在到底怎么样 还是非常的不清楚 另外其次当然就是 我想英国各界其实还是 把美国当成是一个 二战以来最重要 以及最老的一个盟友 那么希望这个英美关系 可以再重新获得一个确定 那么当然也有人说 其实现在在川普政府之下 他是一个一直不满足 会再三提出要求的一个总统 所以大家也希望说这个像是坐飞机 碰到了一个胜上 希望能够很快的就度过这一段时间 然后接下来 英美的关系可以更加的紧密 回到同前紧密的关系 当最重要的现在大家就觉得说 我们可以看到欧洲的美克尔总理 他是很坚持立场的方法来面对川普 那么我们还可以看到就是说 这个英国的泰丽莎梅 他自己是保持着一个非常礼貌的方法来对待川普 而法国的总统 马克尔龙呢 他是用一个比较讨好的方法来 来面对川普总统 可是没有一样是就效的 所以在这里呢 英国也就是说 现在最重要的是 希望这一趟就是能够赶快平安的过去 然后不要对英国造成太多的伤害 那么接下来怎么样去离不英美关系 可以再继续发展 是的 那么想继续请教白话的就是 我们知道这个川普总统 周四在北约峰会之后的记者会上呢 是说普京是这个既不是敌人 也不是朋友 而是这个竞争者竞争对手 那么俄罗斯国内又是如何看待川普呢 那请您由于时间关系呢 可能需要您简要的来回答 对 川普在竞选当中呢 俄罗斯就是一边倒的这个支持川普 而且在川普赢得这个总统大选之后呢 这个俄罗斯的一些政界人士 甚至这个国会呢 甚至很多人开箱并庆祝 他们认为这个川普是这个自己的人 俄罗斯赢得了这个胜利 但是没想到呢 川普这个就职之后呢 这个对俄罗斯所实施的一些制裁的措施呢 真正呢这个伤筋动骨的 让俄罗斯感到疼痛的这些制裁的措施呢 都是这个川普任内这个做出来的 而且这个对俄罗斯的制裁呢 这个美国国会已经立法 已经实行这个实施的制度化了 所以说未来这个对俄罗斯取消这个制裁呢 会这个非常非常的难 另外那个俄罗斯呢 也看到就是说 现在媒体上对川普报道的很多 但是呢 这个有点像中国就是说 俄罗斯尽量避免的对这个川普呢 进行这个人身攻击 避免的这个激怒这个川普 这一点呢 从这个川普的前任 这个奥巴马形成很大的对比 像俄罗斯一些媒体上 过去这个反美 他们这个对奥巴马进行一些人身攻击 但是对川普没有这样 好的 那么感谢美国之音驻伦敦的特约记者江静龄 以及美国之音驻莫斯科特约记者白话 为我们带来的详细介绍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